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地晨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,大家请跟我合掌,请跟我念。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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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愿父母众生, 永离痛苦轮回, 往生净土, 成就佛道, 普度众生, 欧玛尼佩美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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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请放掌。 那在我们佛教晚上, 有两件事情, 第一件事情就是忏悔, 反省, 从早到晚, 到底哪里不圆满, 就像我们在照相一样, 我们一定要检查, 相片拍得好不好看, 也就像我经常在摄影, 一下课我也会, 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网络, 各位如果你有脸书, 反正世界各地, 我们哪里弘扬佛法都有直播, 我也要看, 因为人一定要不断地去找到自己的缺点, 佛教分两个部分, 对内找缺点, 第二个, 对外的服务承担的能力, 就是两个修行, 对内我们叫智慧, 那你要达到对外的大慈大悲, 那你一定要对内的圆满的进化才可以, 所以没有一个圆满的无我的空性的智慧, 你就没办法展现大慈大悲, 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大慈大悲, 你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缺点, 不圆满的那部分, 所以忏悔变得很重要, 当然忏悔千万不要留意行事, 很多人说,我会念忏悔咒, 我会念金刚萨多, 我修了几遍, 但是如果你在忏悔, 但是你没有找到自己的缺点在忏悔, 就不圆满, 各位在这一点你要很努力才行, 一个人最怕的问题就像唱歌, 他认为唱得很好听, 我们大家都很痛苦那种人, 因为实在不好听, 所以什么叫空性, 空就是你已经没有我, 你客观看自己的人, 他是最厉害的人, 穿衣服, 讲话, 走路, 你都可以把自己判断得很正确的人, 你已经有一点客观在看自己的人, 所以主观的人很难沟通, 他连认为他自己的意见, 事实上是不好的, 他就认为对, 这个叫主观, 那所谓客观, 那各位你就要开始有一点, 离自己远一点慢慢, 那你为什么离不了自己太远, 太在乎自己, 在乎自己的感受, 在乎自己的外表, 在乎自己的金钱, 那在佛教里面就是执着的意思了, 所谓智慧, 不是你看很多经典叫智慧, 但是经典是帮助你找到自己的, 因为经典讲来讲去都是空性, 悲心, 菩提心, 就像各位读金刚经, 如果你没办法去, 金刚经不是会就算了, 金刚经是, 我们要把佛法入到你心里面来, 可以, 就像各位读新经最简单, 形成波罗波罗蜜多史, 那什么叫波罗波罗蜜多史, 所以, 你要去了解这句话, 原来波罗蜜多史就是看到它的本体, 你要分析, 一直分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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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析到原来所有的东西本体都是一样, 要叫照见五蕴皆空, 就是说你自己的肉体, 感情, 思想, 感受, 意识, 它只是五堆东西, 这里面没有一个我, 那各位养成习惯, 身体不是我, 这个叫色不是我, 感情不是我, 瘦不是我, 那各位会背啊, 色受想行事, 故空中无色受想行事, 但是你要真实分析, 那你现在碰到感情问题了, 情绪问题了, 那这个叫我又跑出来了, 就无名, 无名就是没有智慧, 就是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, 单独存在的我, 那你痛苦就来了, 所以简单地说, 痛苦是我们开悟最好的祝愿, 如果你没有逆境, 没有痛苦, 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修行, 也就是说你没有病, 你干嘛去吃药干嘛, 那佛法是一种药, 但是不要把药当作天天吃一种药, 很多人我执着念佛, 我执着诵经, 我执着吃哪一个咒, 这个任何的佛法是对峙你的问题的, 我曾经碰过几个把整部经都背下来, 最长的咒都念了多少遍, 那是他天天生气, 那就是说他所学的东西只是一种, 他认为高, 他认为低, 他喜欢, 他不喜欢, 那是跟你的心没关系, 所以在这一点, 各位在修行, 这个反省自己就像, 我认为就像个影歌星, 他为了要生存, 他一定要唱到最好的状态, 本来他就唱得很好了, 他还有经纪人各方面的给他指导, 而且他要做到每一场, 他都要换一件衣服, 对不对, 他不能老套, 他不能老唱那一条歌, 他演戏, 如何演到, 成为一个影帝影后, 不管他扮演什么, 那这一点, 当然就有一点像修行的技巧, 但是不是根本的方法, 因为它只是一个技巧, 它还会是有压力的, 那佛法你越认真, 越仔细, 你反而越快乐, 越自在, 越平静, 今天人家拿枪要打死你, 等一下, 好, 开始, 因为身体不是我, 就像玄奘法师, 他在印度取经, 被当地的土人抓到, 因为土人要盖一个桥, 一定要抓一个新鲜的, 就是说这个是个单纯的小孩子, 然后把他祭神烧掉, 然后看到玄奘法师, 这个更白, 因为玄奘法师是读书人,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说, 他又白又帅, 对不对, 蜘蛛精都要把他吃掉, 所以抓到他, 这个更白, 把他绑起来, 然后要把他放火烧掉, 那玄奘法师那个时候, 他就用笔这样, 意思说等一下, 我念完经, 因为他所有的痛苦, 他只会念新经, 那时候还没有翻成中文, 但是他至少相信, 老和尚给他说, 碰到苦难念这个, 结果他就和掌, 念放文的就对了, 结果念完以后, 鬼哭神好, 等他眼睛睁开, 所有土人都跑掉了, 为什么, 哇, 力量, 为什么, 他那时候念不是怕, 他那时候是死是要死, 他说我相信这个, 我相信这个, 等他眼睛逼开, 全部跑掉了, 绳子断了, 才知道说, 哇, 这个心经, 力量太大了, 念一下, 能除一切苦, 真实不虚, 是大神咒, 是大明咒, 是无上咒, 是无等等咒,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, 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讲说, 我要修无上密, 我要修最高的法, 我要研究最深的经典, 深跟浅在你的信心, 在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, 而不是文字深跟浅, 而不是这个法, 深跟浅, 越深的法是越来越帮助, 更苦的众生叫深, 这个人癌症已经进入脑干细胞了, 很难开了, 这个叫深, 但是很多人就把深认为说, 我读了, 我去修了多少的法, 闭关多久, 然后我认为这个比较高, 比较深, 但是他吃饭的时候都不会拿筷子, 你看多麻烦, 这个就是离开了我们现实的生活, 离开了现实的心态, 这一点要非常小心, 所以我想修学佛法, 第一个就是各位要觉得说,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, 我还很平静, 这个你不错了, 这个佛法已经在你内心里面了, 为什么, 因为没有一个我在被受苦了, 被侮辱了, 被排斥了, 乃至呢, 没有一个我在生脑病死了, 这是一个顺其自然, 接受一切的心态, 这个是佛教的根本, 因为每个人都太在乎这些有跟没有, 比如说你现在六十岁了, 你就会很羡慕, 三十岁有多好, 要我, 我不会啊, 我真希望赶快九十岁, 早一点老死, 因为你三十岁还想要去跳一下舞, 帅一下, 每一下不甘愿嘛, 你九十岁了, 你只能心如果会念佛就不错了, 你不会执着外表了, 不会执着那些东西了, 健康了, 能够吃饭, 能够睡觉已经不错了, 上厕所进去还出得来, 不错了, 你到了病人的时候放放不出来, 吃吃不下去, 对不对, 就像我妈妈就看, 要吃要插管, 要放要排尿, 她还活着干嘛, 那个就是每一个生命的痛苦, 那个时候她求什么, 能够吃一点, 能够放一点, 睡睡不着, 对不对, 那个就是生命在折磨, 当然从你最担心的人, 看她折磨的过程, 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, 并不是说我们吃素就不会生病, 我们出家就不会生病, 但是修行就在这一颗心上面, 当然讲到这个世间有三种快乐, 第一种, 念一下来, 世俗的快乐, 世俗的快乐是什么, 有钱, 健康, 漂亮, 家庭好, 所以长寿, 这个叫世间的快乐, 当然如果你要得到世间的快乐, 就要有一颗, 念一下, 善良的心, 不伤害众生的心, 不失的心, 那你就会有人天福报, 所以佛陀说, 慈戒就是不伤害众生, 不会堕落地狱鬼道出生道, 可以生天, 不失可以让你大富大贵, 那这一点, 各位就要平常就要去做了, 所以我想这个世间太多需要被关心的对象, 那人也好, 你去安慰他, 老人也好, 你去帮他扶个路, 所以就像有人开车, 走不到路, 你帮他指挥一下, 佛教有个故事很好, 有一位出家人, 因为以前的出家人慈戒, 超过十二点就不能用饭, 所以那个时候没几个佛教徒, 这个出家人看完了, 昨天没吃饱, 今天又没得吃, 结果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, 他说, 哎呀, 先生啊, 这附近哪一家是佛教徒, 你给我比一下, 我就跟他托拨一下, 然后那一位乞丐, 那边那家, 那家我知道他很喜欢供养出人, 你就去吧, 结果他终于得到了, 那后来这一位乞丐, 没多久后来生病死了, 死了他变成一个很有福报的鬼, 为什么, 他手只要比哪里哪里, 就出食物这样, 为什么, 因为他像跟那个出家人比这样一下, 善心, 后来因为穆建连尊者他有神通, 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, 他发现, 怎么有一个神在人间这么慈悲, 手上一直留甘露啊, 他就跑去问他, 这位神啊, 人都在天上, 你怎么跑到人间, 人间很痛苦的, 天上的神绝对不会到人间来, 因为天上没有厕所, 天上没有人会生病, 天上的皮肤不用洗澡了, 永远香了, 那是人间随时臭臭的, 各位你两天不洗澡, 你看你怎么睡, 所以你真的要快乐, 你也不用移民到澳洲来, 你就移民天上就好了, 天上你有一百个, 一千个, 一亿个太太, 没有一个会吵架, 天人没有嫉妒, 没有吵架的一天, 阿修罗道才会嫉妒吵架, 所以我爸爸听我这样讲, 好, 决定升天, 那就OK了, 他只是问我什么条件, 我说守五戒吃树不死, 他全部全部, OK, 我要升天, 这我爸爸很有信心, 他说你这样讲我相信, 天上真是如此, 天上的人不用化妆, 自然美, 真正要化妆的叫阿修罗道, 阿修罗道是对天跟人之间, 他不化妆他永远输人家, 女人要化妆, 男人要战争, 他们在那种状态生存, 那天人不一样, 玉皇大帝有多少个太太, 我讲过几百遍, 九十一亿个太太, 九十一亿个太太, 而且每个太太都觉得, 皇帝每天回来陪我睡觉, 你看多厉害, 这是天人的生活, 所以你要得到这一辈子的快乐, 跟来世升天的快乐, 那各位就要做到什么, 来,守戒律, 常不失, 不伤害众生, 想帮助别人, 就很简单的心态, 那我想各位, 这个世界太多地方, 你可以去帮助了, 印尼, 非洲, 尼泊, 哪个地方有风灾, 水灾, 包括美国也有, 我看澳洲也有, 你也去帮助, 但是帮助不要有门派, 比如说, 我那天去澳洲的慈祭功德会,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帮助, 非常好, 你不能说, 我是哪一宗派的, 所以我不拿, 这个不对的, 别人做的任何一件善事, 要不要水洗, 水洗, 我刚刚听到10月567号, 这边有嘎起曲院法会, 那我们在台湾就会赶快祭钱, 水洗这个功德, 各位要养成这个心量, 千万不要说, 我属于我的师父的, 我属于这个道场的, 其他道场的好事, 我都不水洗, 那你好可惜, 只要是世间的善事, 不分天主教, 基督教, 不分有没有宗教, 各位都要去帮帮忙, 帮帮忙, 因为包括, 刚刚我故意到下面, 我都会去找, 哪里有鸟, 我那边有鸟, 我那边有蚂蚁, 赶快, 告诉我们战民事, 赶快, 外面没人, 偷点两只香, 做阴供, 不湿, 撒一点水, 想尽办法, 像有时候我在飞机上, 有时候不吃东西, 那空腹人问我, 你要不要吃, 我当然说要, 为什么, 我拿来念老半天, 念完以后, 不吃完, 再盖回去, 他才拿回去, 至少我不吃了, 那我想各位这一点, 上个厕所也要不吃, 然后你坐飞机, 你也不要为自己睡觉, 我会飞机上的念念心经, 对不对, 念念阿弥陀佛, 念念药师咒,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舒服, 那个就是天人的心态, 天人的心态就是说, 当你去帮助别人, 你很快乐, 所以学佛的第一个心, 在那里是真上心, 真上就是越来越好, 越来越快乐, 那你只要保持两个原则, 就是不伤害众生, 然后呢, 多帮助别人, 供花, 供水果, 人家造佛像, 贴金, 你都要去做一下, 因为, 包括我在台湾, 很多道教的庙, 他们要做什么, 因为道教也是人家信仰的地方, 对他们有好处, 我们去帮忙, 特别你要点灯, 太容易了, 我经常到教堂去点灯, 没人管你, 因为教堂那边点灯, 很舒服, 一块钱几个, 你就点好就好了, 反正圣母马利亚本体也是佛, 这样就好了, 因为你要去祝福他们, 希望所有的教堂的人, 都可以得到点灯的功德, 那你养成这个习惯, 但是这个叫福德, 还不叫功德, 不叫讲功德跟福德, 伏德是你可以享受的, 功德呢, 是你知道空性, 不为自己所做的, 是回向一切众生成佛的, 这叫功德, 差就差在这边, 但是功德不能够离开福德, 你一定要去做, 但是你不执着回向给法人, 那叫功德, 当然第一个心, 各位比较了解, 所以你要孝顺父母, 你要尊重家庭, 先生和太太之间, 你要关心亲戚朋友, 做一个善良的人, 做一个好人, 那第二个心呢, 叫什么心, 念一下来, 解脱的心, 对了, 虽然我们这一辈子好了, 我想各位已经认识很多富恶待, 富善待反, 那一辈子就不用赚钱的人, 但是问题是, 他不见得某一方面圆满, 甚至生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, 甚至感情处理不好, 所以这个世间, 就算他一切都好, 他最后还是会死掉, 死掉之前还是会生病痛苦, 生老病死不断的轮回要去思维, 所以天神也好, 做皇帝也好, 都是在轮回的状态, 为什么, 念一下, 三毒心不消除, 六道轮回不停止, 所以你只要有贪嗔痴三毒, 你生口意一定会造业, 你造业必定轮回, 背一下烦恼, 所以造业, 造业, 所以轮回, 然后你越轮回, 你又没有听闻佛法, 那继续贪嗔痴, 继续生口意造回, 继续生脑病死, 这个叫轮回的苦, 各位, 这很简单的道理, 你要跟你儿子说, 你妈妈考试, 压力很大, 你要告诉他, 考不好没关系, 接受考不好才是最厉害的人, 没烦恼, 但是你不要再给他压力, 你考不好怎么办啊, 健康就好, 做善事就好, 我做一个比喻好了, 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出家人, 七十多岁才出家, 不会看字, 人家这边打坐禅修, 他腿酸也坐不小, 他想一想, 他就想要还属, 甚至想要自杀, 那很多比丘都笑他, 老了老了, 你没办法打坐了啦, 他就在那里哭, 但是佛陀有大智慧, 佛陀说没关系, 老比丘啊, 你负责帮我做一件事, 现在天气冷啊, 你晚上少多一点热水, 给出家人洗澡, 然后出家人在那边打坐啊, 你就负责煮一些开水啊, 给他们喝, 如果你这样做啊, 你将来成就, 一定成就, 你相信佛陀的话, 这个老比丘很高兴, 哎呀, 佛陀亲口给我讲啊, 不用打坐, 不用这边背经啊, 多好, 他就每天去忙, 结果忙了一段时间, 以后这老人无病而死了, 等他死了以后, 所有人都怀念他, 因为没有人煮开水了, 没有人要做, 每个人都忙着要修行, 谁跟你煮开水啊, 所以大家就怀念他, 那就问佛陀说, 佛啊, 那一位老比丘现在死了, 投胎去哪里啊, 佛陀说, 等他往生满七年, 我带你们去找他, 佛陀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啊, 他一往生以后, 因为他这种清静不思, 他投胎在他们附近最有钱的独生子的家庭, 他一投胎的时候, 他们家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出现了, 甘露, 很香的甘露, 所以他爸爸就给他取名叫甘露甘露, 等他满七岁的时候, 佛陀带着僧团, 来, 带你们去找老比丘, 结果一到那边啊, 小朋友看到佛陀, 师父跑出来哭了, 我要跟你出家, 结果大家都觉得很奇怪, 他爸爸奇怪, 他为什么要跟你出家, 他没看过出家人, 佛陀就说, 他是我徒弟, 因为以前帮人家烧开水, 给人家水喝, 所以呢, 他就有福报投胎在你家, 而且呢, 再来他就要出家, 出家他就会很快, 因为他福报够了, 他就会很快开悟, 哇, 所有比丘说, 哇, 是这样啊, 我爷, 我们这几个人真的要死, 还没有他有福报, 结果甘露小孩子一出家, 七天就证阿罗汉, 七天, 因为他福报居住,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, 各位, 不要跟人家比, 好不好, 换你们去煮开水, 像我没有, 我每天就拿好几瓶水放在外面, 刚刚我也拿好几瓶的床骨, 他没人赶快到, 傍晚到了, 布施甘露水, 所以事情没有高跟低啊, 因为他福报够了, 他一打坐, 就消除贪嗔痴, 就证阿罗汉, 小小七岁就有神通, 你还要去问他呢,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, 解脱的心, 修行也很简单, 不要花半毛钱, 把你内心的贪嗔痴消除掉, 当然贪心的人, 各位多修不静观, 什么叫不静, 你贪的对象, 最后都不圆满, 甚至你贪的这个人也好, 这里面都是肮脏的, 里面有血肉大便, 所以修白骨观, 不管你贪哪一样东西, 最后都会让你受苦, 这一点要去思维, 第二个叫撑, 爱生气, 这个生气会让你很苦, 爱生气的人外表丑, 口才不好, 没钱, 没人缘, 死后下地狱, 爱生气的人, 修忍辱不生气的人, 外表漂亮, 声音好听, 钱多, 人缘好, 死后到上帝的地方, 各位要选哪一个, 你自己决定, 但是你要思维过, 那当然我知道我不应该生气, 那你就要开始修, 修什么, 叫慈悲观, 故意的, 你最爱东, 最讨厌西, 那你要开始练习, 我怎么爱东的, 比如说这个人, 很爱很爱, 然后把这个爱转移到他们身上, 练习, 或是说, 最爱的, 最中间的, 最恨的, 有最爱的, 慢慢去练习爱你不爱的人, 就是不认识的, 你也去接近他, 观想, 用观想也可以, 用实际动作更好, 慢慢的, 那些最恨的你都可以接近他,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, 特别是用观了, 观就是打坐的时候, 你对妈妈很好, 对儿子很好, 这个人对你不好, 但是你可以练习到很平静的时候, 我也要对他很好, 事实上你发愿要对他很好的时候, 对方的心就改变了, 相不相信, 比如说, 要是佛是蓝色的, 这个人, 不理你或讨厌你, 然后你就一直用蓝色的光跟他念, 那么波及发地毕萨色, 居鲁毕萨色, 明天碰到他, 就开始看他穿蓝衬衫, 那么波及发地毕萨色, 然后他开始拿蓝色的背包了, 那么波及发地毕萨色, 你会觉得, 哦, 原来如此, 这个就是佛法很特殊的, 你不要烦恼, 你的心态想他怎么样, 他就变怎么样, 记住哦, 因为他本来就具足这个东西, 比如说蜡烛本来点了火, 他就会亮, 众生皆有佛性, 都有清静的那一面, 但是你用佛的力量给他, 去转化他, 所以佛教教我们千万不要去指责对方啊, 故意打电话骂他, 传个简讯把他骂到天亮, 所以你要去对他好, 因为你要修这个, 你不要说我不要见他, 我不跟他讲话, 某人生病了, 心情不好, 身体不好, 我们在这边为他念要是佛, 观想要是佛加持他, 请问他会不会好, 这个就是佛教, 就很简单的道理, 不但人会好, 事情也会好, 这个就是一种, 你的信心再加上佛的力量, 特别是佛的力量, 我们只是有相信, 希望对他好叫慈悲, 所以祈求要是佛帮助他, 这样, 我想贪心的人修不敬观, 称恨的人修慈悲观, 不是光对你哦, 包括你的朋友, 你可以用你的